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紧接着来谈重病处理 这个单元对大家应该会蛮实用 而且重要 我们开始来看内容 十一 重病处理 疾病不论轻重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 即为重病 重病主因使热能严重不足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换处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即良好心态为福 处理后若还有病症 应按推原始痛点 以上处理方法 除按推原始痛点 属医疗外 其余方法皆属保健 由此可指 重病处理是以保健为主 通过外内热源 配合按推换处 及其他保健方法 以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从而达到自我疗愈 换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医疗为次 通过按推原始痛点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从而达到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此外不仅要尽量避免 侵入性治疗 及任何含量性药室 还要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 及空气流通 如此才能使重病患者 转危为安 这段不难理解 应该大家都看得懂 不用解释 再看下一段 处理重病患者 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患处 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而外内热源的应用 最好可以做到 直达患处体伤 且在病情需要 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敷增强为热敷 如此才能僵素自我胸腹 疗愈患处体伤 所致致症状 外热源包括 太阳光、温灸、温敷带 电热毯、电热器 电热吹风机、远红外线 暖贴、姜粉、姜粉泥、姜汤等 可视窗口有无 及病情需要 慎选姜粉、姜粉泥或姜汤涂抹 或喷患处体伤 配合按推患处 及其他热源 经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内热源包括 姜片、姜粉、姜粉泥、姜汤、生片、生粉、生汤、辣椒、胡椒、花椒、咖喱等 它们不仅可应用在饮食 帮助人体将食物吸收 转化为热能 还可基由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清洗或喷或滴鼻腔、口腔、耳腔、眼睛、阴道、尿道、膀胱 使热源直达患处体伤 直接温暖器官 其中姜粉因为干燥 可附着在体内较久 所以用于灌肠或喷阴道、鼻腔 比姜粉泥或姜汤更能温暖器官 总之外内热源之姜粉、姜粉泥、姜汤 既可直接用于患处体伤 亦可与辣椒粉越细越好 或辣椒加花椒所熬煮之浓汤混合使用 使温肤增强为热肤 配合按推患处 以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如此处理 不仅有助于解决患处体伤所致之各种疑难杂症 还可使腹部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但法无定法 所有外内热源的使用 最终仍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 好 这段一路念下来 就是两个主题 一个是什么 外热源 一个是内热源 那外热源也取很多的使用 原始点一般都是搭配的用 可能只有一种就能解决 有没有 即便是姜 但是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姜是为最主要 其他就是搭配使用 不管外热源或内热源都是这样 好 那外热源这里介绍的就是 要让大家知道 因为这里是重病 所以要善用内外热源的姜粉 姜粉泥还有姜汤 如果他要涂体表的时候 以姜粉泥为主 大约居的涂是这样 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温敷的效果还不够好 还可以把温敷改为怎么样 热敷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 所以怎么样把姜 他的辣度提高 也就热性提高 就只好加怎么样 辣椒 辣椒粉 或是 辣椒粉有记得一定要越细越好 如果你太粗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姜粉 那个都挪得很细 非常细 那如果你用太粗糙的 那如果你用太粗糙的 这样去做成姜粉泥 搓人家会怎么样 那皮肤会很痛的 那不舒服的 所以我们要求姜粉一定要怎么样 很细 我好像基金会用的是180目好像 非常细 一般外面大部分是什么 120目最多 所以比外面的更细 那辣椒粉一定 如果你没有指定那太粗 也不是 所以一定要很细 买不到很细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辣椒熬煮成熔汤 然后再加进姜 那这个就可以提高 它的辣度跟热度 了解吗 或是辣椒加胡椒去熬煮成汤 然后用这个汤来加进姜粉 然后过成泥 是不是 这样可不可以变成 温敷变成热敷 可以 那一般如果用电热气温敷 你要把它调高 那就是温敷变热敷 那温敷可以调控 有些患者 我们原则上 原始点是以温敷为主 但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奇特的患者 他温敷是觉得不够的 那这时候我们只好怎么样 把温敷调为热敷 就像我们按推 一般力量大致一般很多人接受 但偶尔会遇到什么 比较奇特的人 要一定要怎么样 很大力 甚至潜力一步 他都还觉得不过瘾 那人家 揉推的安推的不过瘾要怎么样 我们只能尽量不能完全满足嘛 对不对 尤其像你们的身材有些也没有我好 我可以全力以赴 你们全力压下去 可能那个力道还是使不出来 所以有时候也要变动 有时候遇到太硬 怕揉得伤到那怎么办 先温敷 温敷他就会比较怎么样 肌肉会软一点 你比较好推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同样的 你遇到在温敷的时候 患者觉得不够 你也要想办法把那个怎么样 温度提高 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 可以参考辣椒 所以原始点的热源 辣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 热源 非常重要 我记得有一个师傅曾经跟我讲 他说他们寺庙比较穷 穷到连姜有时候都有一点困难 所以他们现在以什么为主 以辣椒 他说他们 他们平常就开始学习用辣椒来 内外热源来处理 他说前世的他们几个人共修 都不会有病的都是这样处理 然后每个人现在身体都好好的 然后成本很低 他说优点就是成本 然后辣椒随时都可以买得到 那这个要善用 有些人辣椒是不行的 太辣 像我就受不了 如果太辣 我会一直打 然后感动到都 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泪这样 你们看起来很吓人的 所以我就不适合 所以这代表怎么样 最后还是一项 你不管用什么热源 你最后还是要以患者怎么样 能接受吸收为最高标准 不是你来订的 那这一段大概谈的是这些 只是把内外热源做一个初步的介绍 那我们紧接着再来看外热源的使用 重病温敷多以大面积 时间可达24小时 但都要以患者感觉温暖舒服为宜 比如天气闷热 可用空调降低室温 再以外热源温敷 又如背红豆袋太重 应改以姜粉或姜粉泥温敷 若病情需要 且在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敷增强为热敷 比如将电热器或电毯调至高温 又如将姜粉、姜粉泥或姜汤 与细辣椒粉或辣椒加花椒 所熬煮之浓汤混合使用 如此处理才能使外热源充分发挥作用 在临床上 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乃至硬结、肿块、肿瘤等 可于其体伤位置 用电热吹风机或远红外线持续温敷 等皮肤温暖在大面积涂抹姜粉或姜粉泥 配合按推换处直至姜粉泥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二到三遍后 先以纸巾、后以保鲜膜包裹 完成后还可用红豆袋、暖贴、电热吹风机、远红外线等温敷 不过在温敷按推硬结、肿块、肿瘤的过程中 患处常会出现红肿、胀痛、出血等症状 此皆属治疗必经的正常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 肿块、肿瘤经大量出血后才会消得更快 若有窗口 在上述处理方法的基础下 可针对窗口再用姜粉处理 但窗口需保持干爽透气 所以期间不仅要少清洗 且清洗后要立刻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还要避免擦拭 及使用纱布、保鲜膜等包扎 若窗口太深 甚至发臭 且不断流出组织液 例如乳癌爆开 可再用特制 定时、定温、耐用 电热吹风机吹干 或远红外线照射 因每次需花好几个小时 所以 亦可于睡前将其对准窗口放好 如此就能整夜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 使用姜粉、姜粉泥或姜汤温敷 若皮肤出现肿胀、干裂、水泡、红疹等 基于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是由患处体伤所致 所以姜仍可继续使用 但若患者对姜反应强烈 或者不愿接受 亦可改用其他外热源继续温 这一段外热源 几乎等于最近的发展 就浓缩在这一段 那我们从头开始看 我认为这一个要稍微讲给你一项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第一个强调的是 重病温敷多于怎么样 大面积 这是一个要想的 一定要不是像他助体上是小面积 局部的 了解吗 那这随时温敷就可以 不是 他是大面积 还有一个特项要注意的 他的时间温敷要怎么样 可达24小时 你绝对不能说 哎呀温敷一两个小时 就想把重病 有时候他只要离他热源 他就不输了 所以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怎么样让他能够 如果有这样 如果有需要 甚至时间一定要拿 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一句先提示了 然后重病患者 如果天气闷热 这里是这样写的 如果闷热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空调降温 这 然后再继续温敷 但一般我们外热源 背红豆袋是一个有问题 因为它是以前的用法 到重病其实红豆袋已经怎么样 不是毒药了 了解吗 重病应该以什么为主 温敷 对所以这一句应该是可以删掉 简单讲也不要考虑 直接就是 如果我天气闷热 如果现在再让我写 我这一句会有一点三点 就是天气闷热 可用空调降低室温 再以外热源之 姜粉或姜粉泥 怎么样温敷 这样就好了 背红豆袋是完全不考虑 也没有所谓过重的问题 这句话是多余的 以前的用 所以有时候在写的时候 我最后是怎么样 实现来不及的 哇全部都要看 那有些改道有些就 我认为这一句还可以怎么样 把它杠掉了解吗 多一个转折 因为在我们诊断与治疗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到重病体力虚弱的时候 外内热源主要是以什么 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有没有 那这个红豆菜绝对不是主要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去掉 所以特别跟各位讲 这来不及去 现在读起来这一句是最实 所以应以 我就是天气闷热空调降低室温 再以外热源之姜粉 姜粉泥温敷 若病情需要患者能承受 可以怎么样 将温敷增强为热敷 有两个条件 你要温敷增强为热敷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什么 患者对温敷他觉得不够 这时候是病情需要 不是因为我们高兴就 高兴这样做就这么样做 不是 是看当手的情况 还要怎么样 另外一个条件他还能承受 他需要又能承受 那这样我们给 如果两个条件 其中一个不技术都不能给 好 那这样怎么把温敷调整为热物 这里就详细介绍了 上面也说过 所以这一段看得懂 我就不再解释 这样处理 当然外热源你就可以应用自如了 好 这一段的 所以你们该删掉了 你们自己删啊 这是下一版的事 好 再看下面 这一句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原始点就是做出来的嘛 那你怎么对重病处理 第一个患 因为重病是不是患素体伤 似乎都是患素体伤嘛 他素体伤的就不用搞到这么大 就是指患素体伤 那患素体伤一定是重用内外类 那重用外面的人又是以姜本姜本离为主 但是患素体伤所致之症状 乃至硬结肿外肿瘤 即便是衰老的异常也没关系 这些衰老的异常形态 还是属于什么 患素体伤所致 你痛不可以处理 因为原始点自不自然 可不可以自然 可以 绝对可以 也可以延缓衰老 也可以自衰老的异常形态 绝对没问题 所以乃至这些不只解决症状 乃至这些硬结肿外肿 都是我们处理的对象 然后怎么处理呢 这里开始提出具体的方案 也就是要求各位以后你们就 照做就好 照书本上做 在体伤位置 也就是患素体伤的位置怎么样呢 用 先用电热吹风机一直吹 你要讲 你也可以一触一触的吹 如果一次 这个都有图片 我们都有影片 你们也许都有看过 然后热了 然后再下一点 下一点 但一定要怎么样 一患者能接受 这是你指头要去测试一下 要不然你以为不够热 结果已经把人家烫上了 所以自己指头热热的 你就应该换位置 或患者开始身体有一点蠕动 你就要换位置 那你不要期待患者 每个都会用身体来告诉你 因为有些重病患者 他的知觉不灵敏 有时候他感觉不热 但是其实过后就很快的疼伤了 了解吗 所以你还是要以自己来感受 那摸起来皮肤稍微温 温温的这样就对了 然后温温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眼红外线 那就继续照射 不要 因为他的热不会很强烈 那就是温温的 那继续进行 在进行过程中 好 等皮肤热了怎么样 涂姜粉泥 姜粉泥最好还会有一点温度 不要凉凉的 对重病患者还是不利 好 那姜粉泥的制作你们会了吧 不会的举手 我看一下 你们不会制作姜粉泥 哇 姜粉泥这么大案应用不会 他可以外呼 现在也可以怎么样 内呼啊 这个 这个已经广泛在用了 不会做不行的 那这个看看有时间在 是不是要放影片再说 那制作姜粉泥如果已经会制作 记得不要太干或太湿 太湿要推老 老半天 那太干搓皮肤会痛 了解吗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规定啊 怎么制作 那差不多什么绸状 那这个可以从影片中看得出来 好 那搓干了之后 一变完之后 再来 再用姜粉泥再涂一遍 涂完了 然后大家稍微要用一点力按推哦 很多人问那按推万处是不是揉一揉舒缓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个概念 我明明写的是按推 他们却问我是不是揉一揉就可以 如果这样我干脆就写揉一揉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看那个字眼还要问我 不用问 我写按推就是我有我的用意 我不会用词简直插到这样 揉跟按推搞不清楚 而且这个是很关键的字眼 还要问吗 我都已经在15版 有没有写 我都写按推啦 那就是按推 所以那个按推的作用 你们也要知道 就是要把那个热源怎么样 让它容易吸收 那你轻轻的在表层 是没有效 我用这一颗就足以说明了 你涂了老半天 三个月半年也不会好 最后是怎么处理好的 要不要大力 要啊 我是很大力摧残它 最后才感受到我是很在乎它的 所以才能改善 所以这一点还有人在问 那个不用问 就是要有一点力道进去 但那个力道还是跟我们按推 原始痛点一样 是以患者怎么样 能承受为主 也不是说你高兴多大力就多大力 好 那这样按推来回两三遍 反反复三遍之后 它热源就一次又一次的怎么样 你可以问问患者 他会感觉 刚开始第一次好像在皮肤 第二次就好像进去一点点在肌肉 到第三次他会感觉好像更深入 然后你在这时候 再用纸巾把它包裹 然后再用保鲜膜再包裹 让这个热不要外散 它就可以持续更久 而且患者这时候很多人会说 好像那个热因为经过包裹 好像一直往内又更深一点 所以他们也会有这种反应 那如果他没有这样反应 你要不要包 他如果说 没有我感觉不到他一直往内 一直深 还要不要包 还要包啊 反正他讲不讲我都这样包 了解吗 我现在写的就是固定程序 他不管怎么讲我就是这么做 但那个做是怎么样 按推要问他 然后还有热源他能否承受 还有吹电肉 那个他要能承受 唯一 然后整个程序是不会改的 了解吗 好 那经过包扎之后 有些人就觉得很热 很热了 你试情况 如果他觉得这样 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那也可以 如果他还感觉不够热 那怎么办 继续用电热吹风机吹 或用眼红外线照射 或用红豆袋 那记得这时候的红豆袋 就不能太热了 了解吗 只要有稍微的热就可以 甚至有人现在用红豆袋 微波的时候 他说转盘有时候转不过 有时候一边热一边不热 那容易烫伤的 好 然后患者也不舒服 但有些患者很客气不敢讲 但事后常常看就水泡起来 所以一定要记得 反正你做了这些动作 之后要再加进去的红豆袋 绝对不要用太多的时间 只要温温的这样放下去 它那个热就可以引发了吧 了解吧 就可以渗透进去 好那这样做 就是一个完成完成的 就是一般的体伤 患处体伤的处理整个程序 这程序重不重要 因为都是这样做了 大家也不要有什么 其他啊 一般人 我们做这么重病的都认好 那你们做当然也认好 那这个可以应用到怎么样 覆水 覆水已经很严重了有没有 他们腹部要推 就是这样三次 背部要不要 也要 整圈都要 那如果肺癌很多癌末的 咳嗽不止的话 背部要不要推 更重要前面要不要推 当然也要推啊 他也是 因为他患处体伤整个 都要管道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处理的方法 上下背部 或上胸下部 处理方法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 没有不一样 只是差别是 如果夜到下腹部的时候 还可以考虑怎么样 灌场 灌场 欸对有人提出来 可以让他热源进去 那如果上面呢 可以怎么样 当然有人喝姜汤啦 以姜汤 因为他是在靠上面 如果夜靠下面已经隔膜一下 可能就要从下面上 那如果他偏上上面 你可以从这样进去 但进去的管道有几种 就是当然嘴巴和姜汤也是一种 吃姜粉泥也是一种 含姜粉泥可能会停留比较久 所以上呼吸道反而有帮助 那还有一种什么进去呢 啊对 所以从鼻子进去 就是用姜粉把它喷进去 这三种管道 从上面 也就是对上面 那三种 刚刚前面也有讲 姜汤的热度跟姜粉泥 还有姜 姜粉哪一个是最热的 姜粉 如果要从鼻子进去 只要进去体内的 体内都是吃 所以最有力量的 是姜粉 姜粉它可以怎么样 停留比较时间比较久 然后它能发挥的时间比较持久 所以它的温敷效果 就会比较好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可以善用 有些像咽喉癌的 你不要一直 它嘴巴就不舒服 它说这样张也喷不大大 你就从哪里进去 鼻子 在我的看法 这里五孔 嘴巴还有鼻子还有眼睛 最大的开关是哪里 鼻子 刚好介意眼睛跟嘴巴中间的 那一个东西 就是最中间 就是以这个为止 哇这个进去可猛 我昨天也稍微提到 直接进去 那咽喉也可以改善 有些人甚至还会感觉到 他不止到咽喉的 他会感觉怎么样 胸还会热热 那你如果只能比 我刚刚讲的 如果已经偏到下面的时候 你外进去 那因为它在里面很深沉 这时候就要考虑怎么样 一定是灌场 灌场你用什么 江汤还是江门 江门泥 江门泥 我刚刚讲的那么多 就是 谁最温热 江门 江门 对以江门为灌场 好 有一点特别要提醒 因为江门力道蛮猛的 那对于重病患者 我们说的最高原则是 以他能承受为主 所以你如果过量的时候 有些患者会 反应很强烈喔 比如就突然间感觉头晕啊 四肢无力或是怎么样 然后至少就是出现一些症兆 你会很紧张的 还要处理这些 所以一开始那个量 一定要怎么样 有少见证 慢慢让他适应 少少的 他已经能适应了 那你如果是要增加多一点 你才仔细的再增加一点点 这样就不会出事 了解我的意思吗 同样灌场也是这样 你可以不要一次就把它挤进去 有些灌场是很猛的 江门泥灌场 他就直接然后挤克 好一次就把它卡都进去了 好我没事走 走路患者开始觉得不舒服 你应该怎么样 缓慢的一点点一点点的进去 时间稍微拉长 不要那么急躁 就好像吃东西 重病已经很虚了 你还叫他一口大口的怎么样 把食物吞进去 然后吞进去他就约在那里 然后约了老半天很不舒服的 同样江门泥也是这样 你一定要怎么样 慢慢可以 因为我最近也有听到 有一些人都报告到我这里 说去了哪里哪里 他们这太猛了 你进去这样我就受不了了 那来了我们就知道要慢慢的推 他就说这样我才能受得了啊 所以一定要细心 这些细节尤其是要做重病的时候 细节很关键 你要做到符合人性 也就是以患者为主 绝对不要自己认为这样 然后就这样做 然后患者的反应又不在乎 然后最后患者对你就上失信心了 好 这里是一个过程 怎么使用那个内外热源 大处理重病 不坏就是这几种 好有一个特别指的一提的 就是硬结肿坏肿瘤 这一部分你们已经知道了 因为第一天我已经讲了 在处理的过程中 你因为要配合按锤换速 它会怎么样 它会不会肿胀 有时候会喔 会痛 会不会痛 非常痛嘛 你按道硬结肿坏 它有时候很痛的 会不会出血 有时候如果用喷的会不会 会不会 有时候会喔 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啊 继续做还是停止啦 认为继续做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此刻不宜松手 继续在做 管他怎么喷的 那些就是你一定要很堵定 这是一个过程 但要注意一个重要的细节 因为在流多的过程中 本来就是重病 它会变得怎么样 很虚弱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内外热源的补充 比如在推的过程中 就要叫他喊怎么样 姜本铃 开始慢慢这样 随时都在补充了解吗 还有周围的环境 一定是温暖舒服的 这些都要考虑到不要很冷 让他受风寒 消耗更多热能 那可能就生病了 这些都细节上 要不要注意 要不要 特别提醒各位 但这些过程中 都是修复的过程 你一定要怎么样 笃定的跟患者讲 不要让他害怕 如果他一害怕 本来流血又多 然后一看到他又害怕 然后又消耗更多热能 他恢复就更烂 所以这时候的患者的观念怎么样 一定很清楚 所以你如果遇到这个 在做之前就要问患者怎么样 讲清楚说明白 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这一关过了 他几天后他就会看到成果 因为大量之后 那些肿瘤肿块就会怎么样 进一步缩小 那他就慢慢建立信心 好 这个整个过程中讲完了之后 那万一有伤口呢 没有伤口有时候也会揉一揉就出血了 他自己会爆掉了解我 那如果已经有伤口了怎么办 伤口处理方法跟没有伤口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不能爆炸了 一定要保持怎么样 干爽透气为主 这就是有事 那你如果有伤口了 你还要不要按推温敷 然后推姜粉泥要不要 要不要来回三次 不用 要不要 你看我的字迹是怎么写的 若有窗口 在上述处理方法的基础下 可针对窗口再用姜粉处理 有没有 那这一句话的意思 是周围如果你遇到一个来 已经爆掉的人 你要不要电热吹风机 或眼红外线照 让他周围皮肤热了 然后涂姜粉泥 然后按推来回三次 要不要 不要的举手我看一下 你随便讲你就随便举手 不能这样子啦 这样会伤到我了 你还没有 你你还随便举那 跟原来的意思就代表怎么样 你就直接撒窗口啦 姜粉撒在窗口了 就不用推姜粉泥了 这样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你看我们乳癌患者 他虽然爆掉了 周围要不要再用电热吹风机吹 要啊要不要堵姜粉呢 要不要配合按推幻处 要不要来回三次 要都要啊 所以不能省的 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就是配合没有窗口的这样做法上 然后有的窗口 我们只是针对窗口怎么样 再卡姜粉而已啦 然后这个窗口 就处理方法要特别注意 不能像没有窗口这样 整个包扎 要让他有一个痛气啊 只差别在这里了解吧 所以这里的叙述不要看错了 因为很多人就在问 那有窗口是不是 这里就不用处理了 所以就只撒姜粉 那这样是不会好 周围还是要推 然后还是要把硬结肿换 周围旁边皮肤好的 还是要推开 然后如果他流血了 会从窗口流出来 OK的 这没问题 就让他继续流 好 那也还有一个错误观念 就是他有一些窗口 会发臭 流出组织液比较严重 要不要清洗 蛤 要清洗喔 尽量找清洗 如果你实在要清洗 顶多只能用怎么样 姜汤稍微冲一冲就好 然后冲完立刻怎么样 立刻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甚至不清洗也没关系 了解吧 很多人以为一定要清洗才 你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那个味道就没了 了解吧 然后又可以修复 热吹又可以直到 然后如果你没有做这些动作 你用清水清洗 那就更糟糕了 越清洗 反而怎么样 难得越多 然后又没有吹干的话 窗口最怕湿啊 我这样讲解你们 理解了喔 所以做法上要 这些细节要注意 那如果像乳癌这么爆掉这么大 一直留乳之意 要不要用纱布把它包扎起来 蛤 不用啊 我这样讲就越来越重 但处理的方法都是延续下来的 你别以为上面说有窗口 不能包扎 啊爆了那么大了就可以包扎了 没有 还是严格禁止 对不对 那如果它一直流怎么办 下面垫一下 让它流出来没关系 但是要怎么样 用电热吹风机怎么样 一直吹 但这样吹的时间要怎么样 蛮久的 那这个就会干掉 组织就会开始收口 了解吗 这个到了第三个 如果发错窗口太深了 像我玩到这一步 其实外面的人都不会做了 你也不要想 然后他也应该是 如果找到你 应该是你最后 他的最后希望 因为外面不会处理这些的 那只有到延迟点 因为一路走过来 所以这些规定 你们一定要再三三的看 就是 那个电热吹风机要特制的 所以都有提过 好 也可以用电热吹风机 还有眼红外线怎么样 互换 有没有 你们看第一天放的 他有时候用电热吹风机 有时候用怎么样 眼红外线 这个可以看患者喜欢什么 都可以配合他 好 好 那这几个点 如果能遵守 一般 你们对硬结肿块有无窗口 你们应该会不会做了 通通会 任何的癌 包括淋巴癌什么 硬结肿块移出来 会了吗 脖子肿的会不会 都会 就是这样 其实道理都一样 只要一个会 其他都会 原始点就是这样容易复制 然后用的方法又很简单 但 确实要有耐心 好 那最后一段讲的是什么 比如我们会遇到很多皮肤病 比如 牛皮癩啊 啊 湿疹啊 这一类 诶 使用了姜汤姜粉泥 种种涂了之后 然后包扎了之后 患者跟你讲哎呀好甘烈啊 然后起水泡啊 起红枕 这时候我看很多人想法就 就千奇百怪 有人说 姜不可以用 这样姜怎么还能用 对不对 那这时候姜能不能用 人的居住我们看一下 好 为什么能用 这里就有写了 因为这些 甘烈 肿脏 水泡 红枕 这些属于怎么样 壮 那壮应该要用怎么样 外列热源都要用啊 对吧 那如果这样说 那姜是不是热源 是 是 那所以你要不要教他用 当然要啊 我没有做啊 就像早期有人问我 喝姜汤会嘴巴破 有没有 会流鼻血 他就说哇 那我还能喝姜汤 那我的回答 是怎么回答 我早期人家问我 我就说 你说姜会流鼻血 那我们基金会的志工那么多 那每个人都喝 那现在基金会应该血流成盒了 但也没有 那只是你的个人体质啊 对吧 那人不能喝 我说姜没有让你嘴巴破的功效 也没有 也没有说喝了 会让你流鼻血的功效 他没有这种功效 那就是个人体质 好 那个人体质 这些症状 能不能再用姜 我说绝对可以 那早期是安慰他们说 按一按痛点 事实上按痛点对状 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 有帮助的举手我看一下 没有帮助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现在来看都很清楚 你患素体箱按推 如果这里是患素体箱 你按推这里 它会不会改善 不会 那有没有效 没有效嘛 但我叫他们按完之后 还是要怎么样 喝姜汤 我有没有教他们说 虫子不要喝姜汤 没有 那事实上 一段时间他就适应了 有些就适应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退卸 在这一 这个立场上 因为对的就是继续知识嘛 但是有些人很奇怪 读了很久 就是读不通原始点 啊讲出来的话 就大胆的说 这样就不能用了 这样说法对还是错 错 绝对是 绝对是有问题 要不然我早期讲的 你说是错了嘛 但他自己读了我那么多年 这样乱讲的有没有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啊 说哎呀将会让人家过敏 将会怎么样 然后又开始讲西医那一套 他自己再讲西医他都不知道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很显然 你还是遇到症状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原始点来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嘛 所以僵能不能用可以 但是我这里还有写但是 但是如果患者 对僵反应怎么样 强烈 有没有这一句 你们看 但如果患者对僵反应强烈 比如他进去舌癌患者 你用僵的你他一含 就是怎么样 受不了了 哇太强烈太痛了 他忍受不了 有些人大部分能忍受 但有些人确实不能忍受 那我们原始点应该以怎么样 以你为主还是以患者 是以患者 是以患者 你跟他讲道理 但是他确实身体不能接受 那这时候反应很强烈 或患者本身就根本对僵有排斥 那你要达到你的目的 那这时候一定要怎么样 散巧方便 我们改个外热源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你在换外热源的时候 我虽然将不给你 我的原则还是没变 我只是换他不换药 我还是继续用我的怎么样 热源给你 来达到我要的温敷效果 了解吗 所以有些人说不能用 他根本对道理都不清楚 然后他说出这一句话 他本身就没有立场 了解吗 所以你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清楚 我今天为什么不用这样 就是患者感觉太强烈了 他不愿意 那原则就好像你按推 稍微按推他就觉得很痛 那你就不要再坚持你了 这时候要怎么样 以患者的感受为主 那我就轻一点 那他觉得太强烈了 那我就换一下比较温冷 比如说人身很好了 那他含着就可能感受 就更好了对不对 这个就是散讲方便 不是说姜有问题 不要再想姜会使人起泡 起肝疹怎么样 想太多了 但是你在包装的过程中 他如果流氨流多 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会啊那你怪在姜完全没道理的 是有时候湿 然后又包装没有空气透气 有时候会起疹子 那也没关系啊 了解吗 那起疹子还是要热源啊 那你就要注意那些细节 比如说纸巾包装方面 是不是太湿了要常常坏 还有对这样患者是不是太强烈了 那这时候你要改变远红外线照啊 或是其他的电热吹风去吹啊 可不可以 那当然就可以了 我没有说一定绝对 但你坏你心里是清楚 不能说人家错 那如果这样变你们同道互相在做 互相怎么样 攻击对方 就是你人家你又包的 包到人家起疹子了 这个是有错的 要换其他热源 但他也讲不出道理来 了解我的意思啊 对方没有错 只是怎么样 患者可能他感觉太强烈 或是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改变 或是甚至只要把纸巾改变 这些问题也可以怎么样 解决了 甚至他也许不需要那么热 你不一定要包张也可能解决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时候就要随时你眼看情况 所以这里我特别提出 因为这里常常会遇到很多人在问 你们会不会有疑惑 如果我不这么写你们会不会 问一句说我看一下 好 应该这样听清楚了吧 所以换以不换之间 心里是笃定 其实原始点从一开始都没有变过 但是你们在读原始点喔 你们个人的体会不同喔 讲法就会有千百准 但又不一定讲到重点来 好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